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丽 今天是9月8号啊 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8月10号来这边呢 待了一个月 今天我们要走了 走之前要跟社区先去报备一下 我们已经跟他说过了 接下来我们的路线是要去塔城 往塔城方向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温泉县 本来如果博州是在这儿 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可以从阿拉市 直接到塔城边境上走 但是由于阿拉山市呢 这边有疫情 所以暂时这条路是封闭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从这边 这样子 这样子过去到塔城 所以需要绕一圈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刚好到这边去玩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离开温泉了 离开这个我们 此生难忘的地方 走吧 这地方还不错 对 这里温度很好 听说往前走100公里 就得打冷空调了 准备出发 前方载道路镜头 右转 随后50米后 再见咯 我们要走咯 是个好地方 这地方真好啊 对 夏天的时候很舒服 对 避暑胜的地方不是说的吗 怎么走 往这边走吗 右转 往前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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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新疆这边比较奇怪 我们这个高速先收费20块钱 我们不找个好几条路都这样子 是20块他也没问去哪里 反正你上这个路就要收你20块钱 前面应该还有地方收费吧 这还不算这段路就要收费了 好多地方好像都是先收费的 对 他不像我们那边 下车再收费 这边向车收费 他也不问你去哪里 反正先上车先给钱 对 20块钱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金河了 到金河离我们要去的湖阳河市还有200公里 哇塞 离开了温泉之后就太热了 外面的空气吹进来 整个人都发烫的 太热了 受不了 前面可能很热的 现在我们都打了冷空调 一个月没开车了还习惯吗 还好今天啊 今天开400公里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厕所门 又开了 一直属于开架的状态 那个锁不紧 我觉得这个锁用了半年就不行了 那个门的那个锁一直会弹开的 不行不行 你看现在还好路比较平稳 这个给它擦平 开了开了开了 好 陈师傅你车记不行啊 门很晃 本来出发的时候用那个绳子给它绑起来 实际上那个绳子坏掉了 现在是在高速上 我们也暂时不管它 还好路比较好 这里有个服务区 我们停一下 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把厕所门鞠个关一下 第二洗点葡萄吃吃 小心啊 这厕所门是那个勾勾掉了吗 脚不住 脚不住啊 本来是拿了个绳子 然后给它这样子 刚刚这个松掉了 现在站不住了 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了 陈师傅讲究人啊 吃个葡萄还用剪刀给它剪呢 这不是我讲究 因为你是邋遢会碎掉 是不是 而且洗不干净 你这样子剪得碎一点 就洗得干净一点 现在接着往前出发了 哎哟 到胡杨可事啊 今晚到胡杨那边吧 到乌室吧 叫乌苏乌室 那边的水山 山顶 你也看得见 白色的那个顶 哪里啊 那边啊 右边啊 白色的顶 就是水山子吧 对啊 就是水山 那边海拔应该蛮高的 我这边这么热 那边还有雪呢 我这边就是 那边的水山子 你还可以吃 你也不过 我这边是 那边是 没人 我这边有点 那个水山啊 那边的水山子 你不过 那边的水山子 你不过 你不过 那边是 我们到了 这是什么服务区 哪里服务区 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觉得现在几点 既然要9点了 所以 湖阳 什么市 湖阳市 还有100 还有80公里 对 但是今晚到也到 但是没想要不想往里面改 去那个 部署啊 部署离那个湖阳河没多远的 西湖是一样 这个应该高全吧 还有60公里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要走的 天都黑了 对 不要走 我现在服务区这边 这哪个服务区 看一下啊 红星服务区 我也不知道 到下面看一下 派我女朋友 去看一下 凭什么派我 我派我派我男朋友过去看一下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 这个停车上没人啊 应该就晚上应该就我们一辆车了 现在已经9点钟了 我们刚刚去服务区逛了一下 啥都没有 只有一个小小的遍地店 没有人 然后小吃啊什么的也都没有 特别冷清 我们还是上车里吧 自己搞点晚饭吃 哇 你知道吗 现在 现在已经9点钟了 现在车里面还有34度 一进整个车就闷热的都不行了 好热啊 休息一下 把窗户打开 空调打一下 看有多少电 空调 才69%的电 4个小时 现在车里先休息一下吧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拍在这里 拜拜 下期见